现在我们来演示一下用公式法之图 这就是用公式法做好的图子 那我们在这呢一步步教大家如何来画这个图 首先我们画一个长方形 长方形的长为后一长 后一长73厘米 宽度为成品胸围的十分之一 27厘米 那画这样的一个长方形 画图之前一定要去检测一下 看有没有看错此证 不要看错了 等一下全部错了 接着我们把这个秀荣森定出来 秀荣森这里一个公式 用近胸围 近胸围一定要看清楚 不要用成品胸围计算了 近胸围是67除以4再加上9至10厘米 这个9至10厘米呢 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你做一个73的80的90的100的这样的身高 你可以加个9厘米 因为如果你按这样的公式加个10厘米 它接近于腰界线 我们适当的可以浅个1厘米 因为我们就是宽松的版型 浅1厘米 深1厘米 关系都不是很大 那我这里呢 那我这里呢 1是0的我就加了一个10公分了 从这里算下来 接着呢我们来把这个腰截算出来 腰截呢我们是140除以4 身高是140的 那么从这里线 从上平线 这条线叫上平线 平行下来35厘米 那这就是腰截线 做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领宽 那做出来 领宽呢我们是直接是做成品的领宽 那我从这里来看一下 这里一个公式 给大家参考 进胸尾除以20 加上6.5或者6.8 那我这里算出来的是10.15 那我们就算10.1吧 直接从这里 10.1 从左边梁子右边 找到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领身 我就定为3公分 那如果是宝宝是在 一岁度不到 或者一岁 那么到这个 100 身高100的 那你定为2.8都可以了 这个是3厘米 把这里呢分成三等分 从这个领宽 连接到三分之一 慢慢重合 把这个后领弧度划顺 稍微划弯一点 就可以了 也不要太弯 不要这样子 太弯了 很容易导致上那帽子 上那领子 这里很容易揪住不平的 做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尖血定出来 尖血呢 我们是一个8比3 是什么意思呢 是直接从这里 我把这条线剪断 把这条线的长度 我们直接做到8公分 然后呢 我们垂直 3厘米 这个 就是8比3 然后呢 我们从这个领宽点 连接到这个3厘米这里 形成的这条斜线 叫做尖血线 因为我们这个人体 它的肩膀是慢慢的向下滑的 所以我们要做出这样的一个符合人体的造型 做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现在呢 就是把尖宽给它定出来 尖宽 好 那么是16.5 直接我从这里 后中这条线 平行过来 16.5 好 找到这个尖宽点 把多余的线 我就去掉了 这个不要了 得出了尖血就行了 接着我们把这个落尖量做出来 落尖呢 我们这尖板是做到6.5 这个落尖量 如果你的放松量只是30 只是32 或者34 那你的落尖量呢 可以选择5公分 5.5 那如果你的放松量达到了38 40 这个范围内 那你可以选择6.5到7公分 好 那我这里选择6.5 直接从这个尖宽 延长出来6.5厘米 这个呢 就是落尖 好了 这里呢 我们直接从这个点进来1.5 这个1.5就是后冲尖量 我们需要画绣笼用的 连接到垂直向下 到胸围线 OK 这做好之后 我们把它分成两等分 在1.2向上0.5 画一条线 这个水平线呢 我们倒是要就是直接做一个 要走的线 好了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绣笼给它画出来 从这个点连接到1.2 再连接到胸围 把它调顺就可以了 在这里呢 我提醒各位 不要去纠结于 老师 那你这个数据是多少 我告诉你也没有用的 因为我这是140的 如果你放个73或者80的90的 这里的数据都会不同 所以我们要学费方法 最主要就是看清这条 秀荣的形态 弧度 怎样去辨别 它的是一个原生度 才是好的 学费了这个 才是王道 数据 永远是没有用的 如果你专门学数据 那永远学不好大半 好了 把这连接 我这个是用色线来表示 这里做好之后呢 我们现在下摆呢 直接给它延长出来 0.7至1厘米 我延长出来 0.7吧 然后给它连接 好 那么这里来看一下图片 我这个里布呢 它是往里面折进 像这里面面部 是往里布折进去的一个位置 这折进去的位置呢 就是防止 我们套了里布之后 它会里布 冲到笼之后啊 它的面部会变短 那么里布呢 它就变长 所以我们面部折进去 让它防止里布 往外面掉出来 所以我们下面呢 有一个 从面部折进去 3.5厘米 或者4厘米 都可以 做了一个这样的 翻折边 直接延长下来 就可以了 好了 那我们这个后片 就完成了 我全部用紫色线来表示 做到这里之后 我们现在呢 就是把前片画出来 我们直接把这条水平线呢 这些我们复制过来 延长过来就可以了 秀隆身 腰阶线 上面的 最上面的 后面的上平线 也延长过来 但是呢 我们这边呢 前片要比它低一厘米 直接给它延长 OK 这里做好之后啊 我们现在 好了 那么算出我们的前领宽 前领宽呢 这里一个公式啊 也就是前领宽 我们要比后面呢 小一个0.3 这样的衣服呢 就不容易倒置 往后面跑 如果你的后 前领宽一样 或者前领宽 比后领宽要大 衣服呢 很容易往后面跑 还有一个后领身 不要太深 太深呢 也会往后面跑的 那么从这里呢 我们 10.1后面的领宽 那我前面减0.3 就是9.8了 直接从右边量字 左边量到9.8 找到这个位置 那么领身 这里有一个公式 这个呢 10.1的后领宽 减掉1.4 那就是8.7 减掉1.4到1.5都可以啊 8.6 8.7都行 OK 然后两个点 连接 化身 看一下这个形 发的好不好 再稍微调整一点 OK 这里做好之后啊 再把尖鞋定出来 尖鞋同样的 我们是8.3 直接从这里 平行过去 8厘米 然后 3厘米 连接 搞定之后 我们现在呢 就是来测量一下 后面的尖鞋 就这条紫色线长 13.34 那我前面呢 也给它做到等长 13.34 做到这里之后 我们现在来测量一下 后面的背宽长度 背宽是21.09 那就是21.1 21.1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减掉0.6 那我前面就是20.5 直接我们从这里 从右边 两字20.5 做个标记 在这里 那么我们这个胸尾 也是成品胸尾的 十分之一 108除以4 那就27公分 找到27厘米 那这里呢 我们垂直向下 然后我们这下摆 同样是加出来 0.7-1dB 点击 好 这里呢 我们垂直下来 就行了 好了 那我们这个前片呢 很快就完成了 接着我们把这里 一样分成两等分 从这个点 连接到这个两等分 下来1厘米 然后再连接这里 化身绣笼就可以了 记住这个绣笼呢 我们不要化太弯了 如果你化的这么弯 到时候上好绣了之后呢 我们手一抬手 这里就扯住了 就不方便活动 活动量呢 输了限制 所以我们这种宽松的版呢 绣笼笼不要打得太弯了 挑剩他 这条弧线 不要超过这条线 好 OK 好了 那么我们这个前后片框架 我们就完成了 那么你们可以自己对比一下 原型法和公式法 觉得哪一个方便 你就用哪一个 相对两种方法 原型法呢 是比较稳定的 因为他的秀荣身 直接看款式 我们直接下 下降多少 向领宽 看款式 开宽多少 就可以了 那我们的公式法呢 这些都是用公式去计算的 可能有时遇到一些特体 就没有那么方便了 好了 那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我们现在为了 开宽 我们现在是十分钟 但是其实是需要 充满了 我们现在是节目的 我们现在 试试 试试 看 ux 试 试 试